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意外的和平 有和平才能夠安顧六頁、鄉守生活、圓殊死命 總是要有人很不幸多在戰爭的環境中間 這些戰爭可能是國家和國家的衝突 要有地區性的衝突 如果是很不幸 在戰爭和衝突的環境中間 真的是很大的困難 心來更加願望得到和平 在今天的省經濟裡面 世人一開始就說他遇到的環境 到底是什麼樣的環境呢 就像第七十所說的 我愛好平 我一個公出口他們的祝法不戰爭 世人所遇到的事情是什麼樣的處境呢 我們對他所下的詩篇裡面知道 他是生我的義幫 他遇到的人是說不差跟幾十的人 嚴悟好平的人 真的是給人家動靜 在我們的生活上面 會遇到攻擊、衝突 甚至是傷害的事情 每一邊人跟人中間的衝突 都是關係的順順 基督教說的不僅是忠告 也是關係 只有在上帝聽的裡面 才有可能會和關係 上帝也發起 真正的平安 好平 相處給他所遇到的 詩篇對一百二十片到一百三十四片 是屬於雕性的詩歌 就是一些人 他要去遇到性電 雕性的路上所 人不所唱的詩歌 遇到在那裡的意思是 平安的地方 時人通過的雕性 要去想想 讓他心靈平安、好平的地方 當我們在這個 衝突、衝突、競爭的社會 你是不是可以找到 讓你心靈真正的 平安、好平、安好的地方 讓你能夠勇敢和開力 來面對人生的困難和挑戰 在那裡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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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靈